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不小心摔伤了 在外应酬客户的老公匆忙买了药赶回家 一顿数落 都多大了 还那么不小心 真是让人不省心 原本期望得到安慰的她 转头便委屈地哭了 明明是关心 却出口就夹枪带棒 一想好意在对方眼里就这么成了指责和埋怨 有句话说 一个人说话的语气比讲话的内容更重要 深以为然 在网上看到过一组测试 节目组安排一位妈妈 在孩子不知情的前提下 模拟两种不同的语气跟她说话 房间里小女孩像往常一样 打电话询问妈妈什么时候到 手机无人接听 她接着又打了一次 电话终于通了 但话筒那边传来的却是不耐烦的回答 几分钟就到了 一直打干什么 我在骑车 真的好烦 小女孩文言立刻晋升 双手紧紧地搅在一起 眼泪下一秒就从小小的脸上掉了下来 紧接着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下 妈妈主动打去了电话 这一次她换了一种温柔的语气 宝贝妈妈再过几分钟就到了 等会儿见哦 挂下电话后 小女孩立刻由音转情 眼神里面顺势恢复了神采 好好说话里讲道 说话之伤都是暗伤 生活中很多人都抱着 不就是一句话吗 说就说了的心态 以为一句话的好坏得失 全然不值得计较 殊不知口是商人府 言是割舌刀 生活中多少误解 源自于乙气不当 多少关系 死于出口成伤 情绪使然下的恶声恶气 不仅给别人带来伤害 还会在彼此间留下不可逾越的隔阂 而温和的语气 却能如一阵春风 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尖兵 俘获他人的好感和信任 佛经里面有句下游心声 这句话在人际交往方面同样适用 说话的语气受到内在情绪的影响 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 有个朋友跟人讲话 总爱用一副居高临下的评判口吻 同时堂了件新衣服 大家纷纷称赞好看 他却上来就说 这个颜色一点也不称你的皮肤 朋友圈有人晒了去三亚旅游的照片 他在下面评论 还是国外的海滩比较干净 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美举 别人好言提醒 他却说自己不过是心直口快 没有什么恶意 几次劝说无果 后来我们便默契地疏远了他 说话的语气就像一杆两尺 表示出你修养的高度 内心粗鄙的人很难出口温和 自私自利的人也鲜少 奉献赞美和安慰 哪些修养高的人呢 不论自己的情绪怎样压力多大 总是尽量对别人施以温柔 晚清名臣曾国藩因不愿更换教子 却险遭以教使人的仆人的殴打 教子的主人认出他后 磕头认罪畏惧不已 曾国藩并无任何愤怒和奚落的言语 只是温和的安慰道不必放在心上 我是不会计较的 轻飘飘的一句话尽显明示风流 如若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场四季的轮回 你说话的语气正是一支精准的温度计 我们常常称赞一个人会说话 绝不单单指他们会说华丽的词早 而是觉得他们说话的语气 总是让人听起来舒服 所谓心有善念口吐莲花 真正说话动听的人 必然是心怀善意 懂得尊重的人 看过奇葩说的朋友一定对许吉如这个名字不会陌生 顶着哈佛才女的头鞋参赛 又生得一幅好皮囊 她的亮相自带光环 然而赛程尚未过半 这个一早就被众人看好的美女学霸 便惨遭淘汰 无论是辩论是多多别人的语气 还是讲话时略显尖锐刻薄的表情和动作 都让她的观众颜跌到极点 纵然立场正确 一出口却是硬邦邦冰冷冷的语气 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让人感觉亲近认同 而在奇葩说担任导师的蔡康勇 则是娱乐圈典型的高情商和好人员的代表 出道数十年 主持过多档节目 但在她身上 我们很难见到盛气凌人的姿态 无论和谁交谈 她仿佛永远都是温声细语 微微道来 生活中一个出口便如春风话语 一个讲话总是爱假枪带棒 这样的两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任谁都很难不对前角产生好感和信任 顺庆林说 说话的语气有多好 预示的运气就有多好 那些总是温声细语的人 不仅能让人感到舒服 还总能在生活中如鱼得水 好运不断 他们跟家人沟通 总是有一份理解和宽容 其乐融融的家庭关系水到渠成 和朋友聊天保持真诚 乐于赞美 就不难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同陌生人交流 仍旧怀有善意和尊重 人生中自然会有贵人乐意相助 很喜欢一句话 你的嘴决定里的风水 人生路上和善的语气 往往能为你收获 见山开路 逢水搭桥的运气 那些出言不逊的人 总是在无形间 在自己周围住起了道道围墙 即使有好运 也难以抵达 蔡康永曾说 说话是一件我们 靠用一点心 就可以不断进步的事 生活中与人沟通 是永远的必修课 控制好语气 也是我们一生的课题 每次开口前 记得提醒自己 尽量做到以下三点 一 放低音量 语调和缓 声音太大语速太快 再动听的话 也会让人觉得过躁 印象分很容易就会被扣掉 因此开口时 最好尽量放低音量 放缓语速 切记 急言立色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 二 少命令多商量 美国成功学家卡奈基说过 用商量的语气 而不是下命令 更能促进合作 协商能够让人感觉到受尊重 更有利于维护彼此的关系 试着用一些起始句 代替感叹句 反问句 用描述性词汇代替情绪化表达 比如 把记得帮我带份饭上来换成 请问你等会儿能帮我带份饭上来吗 听起来是不是舒服很多 三 保持真诚 永远要记住 与人沟通 真诚 比任何技巧都重要 诚恳的语气 永远是打动人心的第一要素 发自内心的表达 才能俘获信任和好感 人活一世 所有的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 而经营的根本就是要学会好好说话 与人善言 暖于不薄 伤人之言 深于毛茧 好的语气 能让他人如暮暖阳 也会使自己事半功倍 愿行走在人生路上的你我 都能够用温生信誉 同彼此交换真心 和好运 赚个满怀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您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您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